我们今天坐在这儿 就是为了让你挽回自己的家庭 我们今天坐在这儿 就是为了让你挽回自己的家庭 云芷老师他即使不对 可是他表态他道歉了 难道因为之前你母亲的去世 这些带来的伤害 就真的不能挽回吗 你就真的不想和解吗 我觉得我们的沟通见解 离得越来越远了 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我们就分开算了 都冷静冷静 什么意思 我是认真的 你就这么没有勇气 面对你父亲的道歉吗 你就这么没有勇气 面对我们的感情吗 丑死墨 如果你连这点勇气 和魄力都没有的话 你弹什么自立和成功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最后一天就能帮你 这个人就能帮你 最后一天就能帮你 感谢观看